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围棋教室 我们继续研究死活 还是边上的死活 我们下面来看棋盘 我们前面基本上就 其他好多形状研究完了 现在该摆三线上边的了 我们先来看这个形状 这个棋形中间是个九的形状 如果团柱当然是没有问题了 团柱这个情况比较完整 但实际上这步用不着 来看这个棋形的比较大 如果是斑档 你先来看看它的位大小 一二三四五六七 它中间是七个 一般有七目空间 那这棋就是活的 所以从理论上说来 这其实活的 但实际下呢 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 这么大的眼位 首先呢就要看呢 缩小眼位怎么样 比如说斑 它如果挡住 那再斑 它挡住 这个往中间一点 这个往中间一点 不算很完整 但是呢也不能简单的下 比如你提 这样的扩大眼位提 它打 这样要死 这样里边 不过它不会提这一步 那不提这一步 它接 你顶 这个里边呢 眼位不够 现在的眼位呢 是不够的 因为你团 它接 即使呢 骑成这样 现在这个骑是死的 因为一二三四五六 你由于接了一个 里边变成六个了 六个就是死的 现在是死骑 这样呢 你就从 看这个骑行说来呢 是要下在这儿 接下来 白骑如果吃这边 你就接这边 提了你打 是个接不归 那它吃这边 你接这边 那提了你 提了你打 还是个接不归 那这样是近活 就要顶 两班是没用的 两班挡住一点 它只有点这个 点你一顶 这样就活了 这个是顶 这步是要点 那班挡 那就考虑直接点 直接点 很想接 这看着呢 这有个打 一般要接 它必须走 它不能走别处 白骑如果走别处 黑骑可以下这步 确保这只眼 这只眼破不掉 现在这个白子呢 逃不回去 如果长的话 一打 是个接不归 如果顶的话 有个扑 所以这块 这个白子逃不回去 这一只眼 这一只眼 这样就活了 所以它呢 就要考虑 破这只眼 现在它就破这只眼 现在呢 黑骑呢 有点麻烦 因为你如果立这个 它会挤 不要走里边 走里边 给它团住 里边的眼围是个七 七就活了 走走 因为 做不出葡萄六来 中间这个十字没有 这样做不出葡萄六来 它就是活的 因为不管走哪走哪 这个没有还行 现在这个子被占去了 做不出葡萄六 因为六个空间呢 只有一个葡萄六是死的 它现在呢 中间有七 你要让它提的话 你必须做出个六来 六个的死琴 只有葡萄六 现在呢 葡萄六中间是个十字 现在这个被占去了 所以七个就是活的 说一粒 但是呢 白棋呢 一定要挤 把这个挤了 现在白棋挤这个 下步要打吃 黑棋无论拐 黑棋接 它顶 这样死了 中间只有六个 白棋走 这步是死的 黑棋 再走再走 这是个刀霸五 但是呢 黑棋呢 可以下这步 白棋 如果走这个 黑棋挤 这是个双活 那白棋也不能打 白棋如果打吃 黑棋提 这样是静活了 因为下一步 你只有长这个 长它就一打吃 这样就活了 所以现在呢 黑棋一立 这棋是活的 你里头不管走什么 它就团住这个七 你如果挤这个 它有个拐 拐是要点 你不能打 你打它提是静活 你顶它有个挤 这样的正好是个弯四 其实双活 现在是活棋 顶这个 挤这个 打这个 提这个 所以这个棋形呢 看样子呢 就吃不掉 搬这边也 差不多 那搬这边 它挡住 还是考虑点 那情况呢 不太一样 如果还是接 它顶 还是不能搬 搬的话 它坐眼 这样活了 那就还是顶 顶呢 它立 现在呢 气呢 比刚才松 这个气松的 还是你挡它团 你挤这个 它拐 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反正你顶它接 这样仍然是个双活 怎么都是双活 你走它接 不要往里断 断被它吃了 两边扳 都不行 那就考虑点 这步呢 怎么看的都是要点 如果顶 顶这个 它斑 现在呢 有 现在呢 就不能做这个眼了 由于呢 这儿少交换了一步 这两步没交换 这两步没交换的话呢 白气就可以逃回去 这样死了 所以你顶这个 被它一斑 黑气就有点麻烦 如果挡 这肯定不是活气了 他就打 你提了 有没有净杀 我一眼没看出来 顶 打呢 这样已经打结活了 但是它有顶 你不能爬这个 爬这个 它一斑 现在净死了 你就立这个 立这个 它打 你如果接住 它紧 你这个只有接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是死的 里边的空间 现在是死气 那你要是团这个 它就提 这就称打结活了 所以顶这个 所以顶这个 给它一斑 不能顶这个 很想顶 如果弯一个 它有长 你吃 它斑 这样是死的 你只有弯 现在只有弯这个 那白旗爬 你铺 这是打结活 这个结呢 黑旗不大好 因为呢 白旗还可以接 白旗接了 黑旗不能接 黑旗只有打 这是白旗的无忧结 这块就成打结活了 这是点一个白旗顶这边 顶这边也一样 顶这边呢 它也是斑 你还是不能顶 顶完它有长 还是不能顶 这样不活了 那给它一顶 这边顶不行 这边顶不行 那这步的感觉是没有的 所以那么两边同形 有点像同形的样子 所以可以考虑顶这个 顶这个 如果它还斑 这时候就可以弯了 不能挡 挡完一打 黑旗活了 挡完一打活了 那不能顶这个 顶这个你拐下去 镀不回去 一镀一扑 这是个街不归 两边都不能搬 利呢 它可以顶 反正你扳 它挡 你接它打 接团 是先手 或者你扳它单顶 你只有接它一团 这样就活了 所以你不能扳 扳它顶 不能洽 一打是接不归 那你接它团 就活了 所以点 要顶这个 它两边不能扳 也不能立 那就考虑顶 顶的变化不多 顶就立下去 那再顶这边 还是不能扳 一扳一弯 不能爬 爬完一扑 是死的 还得顶 黑漆立下去 现在里边呢 格外的大 非常的大 你如果 走这边 它可以扑 这个不行 你提了 它就收气 这样白漆不够气 那白漆 如果走这类的 它可以团住 不团也行了 这里边呢 是个双活 它不用走了 因为以后你走 它接住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还是个七 那十字上面 黑漆有一个 就是活的 因为摆不出葡萄六来 所以它不能走里边 那就挤这边 挤这边 就接住 还是走这个没用 里边是七个 十字上面有个黑字 所以是活的 是个双活 那就没有走的了 如果走这个 白漆有扑 黑漆有扑 那这样是近活 你不能提 提了的话 给它一打 这样黑漆是活的 所以白漆点这个 黑漆这步是正常 这步顶 这块就近活了 这是三个的情况 那这样这样都是活的 那都是顶这个 但是这样的话呢 下法呢会多一些 这样的话顶这个也没问题 顶这个 它搬 打 这样还是 还是有些问题 顶这个 点还是得这样走 这样木树呢 不大满意 木树 木树有点亏 多一个子的好处呢 不管怎么 它是先手 因为它只有斑 把你顶 它怕你打 这样是先手 它如果顶你力 它再顶 这就没办法的力 这里头是双火 黑漆一木没有 活的是都是活的 就是没木 这个一点 这个骑形呢 毕竟这儿呢 还有个缺陷 这是唯一个九个的形状 我们继续来看 如果这样的 要是这样的骑形 就可以知道 这一点肯定是死了 现在这个形状是死的 你不管怎么走 它就斑粘 斑粘完一顶 这里边是六个 这就死了 顶的话它有力 这儿有斑 这儿有斑 它就过了 所以这个形状一定是死的 那么如果两边都被恰住 那就成这个骑形了 这边也恰住 这边也恰住 这时候就成这个形状 那这个形状就不是白漆 怎么杀的问题了 那这个骑形就要看了 黑漆怎么样来做活 因为这两个都被恰住了 黑漆该怎么活 这步是肯定的 形状的要点 两边都是要点 所以走这个 但对付这步走 白漆又不斑 白漆又不斑 这漆不能挡 你如果挡 它打直 你现在只有接住 接住它扳 挡不住 挡 有个双吃 挡不住 那只有接 接有个跑 一边一个眼 这样黑漆死了 不能接 提 它有个打 这样也要死 所以黑漆跳 白漆斑 这黑漆就要想办法了 刚才挡住不行 就是说看 如果扩大眼位 立这边 怎么样 这个样子呢 白漆要吃它呢 虽然有点困难 这不是要点 你走别的不行 你如果靠 它可以接 你现在如果接 给它一打 都线手活了 所以这个不能靠 那现在呢 就这不是要点 要断 黑漆如果现在 这步不能打 这步是不能打的 这步一打 它一打 这是接不归 这样死了 那这步 也不能打 你如果打这个 它有个靠 靠是妙手 现在黑漆要死 因为黑漆接 它又跑 这儿 这儿 白漆呢 这两点呢 能走到一点 现在黑漆死了 提 黑漆如果提 黑漆如果提 白漆打吃 这也是死漆 你接它能接上 这样就死了 所以黑漆立 白漆断的时候 黑漆不能接这个 那只能接这个 只能接这个 这时候 这时候 白漆打 黑漆如果接 给它一打 这样是打结火 不能提 你提了给它接入 就静死了 所以打这个接 现在是打结火 黑漆要想静火 也可以 那就立下来 这样是静火 那白漆提 黑漆提 活是活了 下的呢 很小 木数小 一二 自己得三木 给白漆还成五木 所以跳斑 给白漆 斑的时候 力是可以活 我亏的比较多 比这个 现在刹不得 一个断 这样亏的比较多 白漆断呢 当然黑漆 接也不行 接的话它又打 你现在只有接住 接住它爬这个 一提了 给它一爬死了 如果拐打 它跑 这个形状也是四漆 这是个弯三 所以黑漆跳 白漆斑 刚才呢 力是可以活的 但是活得很小 关子亏的比较多 所以不是正解 那正确的下法 应该继续力 两边同行 继续力 现在呢 这是要点 斑 这是要点 因为打呀 断呀 这都没用 你断它接 你打它接 这是接不归 所以这不是要点 白漆斑斑 接着黑漆又不接 这不接呢 来照顾着两边 所以黑 现在活了 你吃这边 它接住 你打这边 它也接住 那就形成这样一个漆形 你这边两个呢 都连不回去 这样黑漆呢 有两只眼 这样围棋里呢 有两边同行呢 走中间一说 那这个形状呢 是比较典型的 连着在中间呢 下了三步 第一步 跳 黑漆斑的时候 立 这不是要点 白漆再斑 黑漆接 连着在中间下三步 这个漆就活了 这是 这个形状呢 是两边同行 走中间 一个比较好的应用 这样呢 我们就把中间是 边上九个的空间 就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 来看这个形状 刚才讲的呢 是这一类的 这样的形状 我们接着来看 它如果是弯回去 这个漆形 是怎么回事 它弯的 现在 来看这块怎么 是个什么结果 现在来看 扳 很想缩小眼卫 但是你不管扳哪边 它有个虎 你扳这边 它是有个虎 现在你要想杀它 就得点 走别的不行了 尝尝又挡 这样 这样这只眼破不掉 这只眼破不掉 现在黑棋呢 就活了 所以白棋点 但你点这一步 它可以打赤 你往回跑 它可以坐眼 现在呢 这只眼破不掉 你打它提 你挤它团 这两只眼的全破不掉 这样就活了 两只眼破不掉 所以扳这个不行 它有虎 那就看扳这边 扳这边呢 它就不能虎了 因为虎的话 你这时候就有长 你现在可以长 它不能走这个 走这个有点 它立这个 有点这个 扳只有挡住 但是挡住之后 不能扳这个了 扳它就有错 所以这期直接点 现在呢 里边呢 眼围是不够的 不能立 立的话 它接 如果接住 它这个挤掉 这样就死了 顶 只有长 现在是死期 因为你不能团 你团住 给它接 这是死的 你只有爬 爬完一番 这样就死了 如果立这个 那它打 打跟接 都可以 这样摆棋 眼位不够 所以不能顶 那这步不能顶 那这棋呢 也就死了 没有 没有可下的棋了 团 它一接 是死的 那顶也不行 立也不行 所以这棋 所以这棋 搬一点 那就死了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 如果这儿 还有一个 这个棋型 现在由于 这儿有了一个了 那这棋 下起来呢 就不一样了 来看看 活得死的 还是 这边搬 是不行的 这边搬 它有虎 这是一样的 多了一个字 那就更不行了 这多了个团了 那如果这边搬 它挡住 你再扁 现在就可以顶了 不能打吃 你吃这个 它吃这个 这是个接不归 这样是近活 吃这个也不行 它也是团住 它也是团住这个眼 那只要团住这个眼 黑棋就活了 所以白棋 得破眼 白棋破眼 黑棋立 立是要点 走别的就死了 现在你接不行 接给它一爬 就活了 如果打 就提 你再打 黑棋接住 这样是近活 吃不掉 这是个双活 这是个双活 里边弯回去一个 如果团的比较严谨的话 这一棋是杀不掉的 因为这边搬 它有作眼 你点这个没用 点它虎 刚才摆过了 这边搬没用 这边搬呢 它绑住 除了点也没棋 但是你点它有一顶 吃不掉 所以这棋呢 就是活棋 这棋是活棋 团住是活棋 少一个是死棋 这个是要注意的 这样是死的 这样是活的 这样是死的 这几个形状呢 要设法呢 把它都熟悉了 现在这棋是活棋 是杀不掉 这几个棋形 这样 现在这是死的 这是活的 然后这是活的 这是死的 那还有一些呢 我们没有特别研究 比如说这个形状 刚才说了 这是活的 如果这个还没有 这个还没有呢 那一点 这个棋活不了了 因为活的基础呢 是顶这个 但是你现在顶呢 它有斑 现在活不了了 你不能走这步了 你走这步 它一爬 你打接 打接 这两边呢 缺团 所以这个棋 活不了 你只有打 你打 它打 你提了 它顶 你没有走的了 你走什么 它就挤 打 打好 你现在只有团这个 它挤这个 里边的一二三四五六 里边是六个 里边是六个呢 就是一个刀霸物 所以这棋是死棋 你团这边 它挤这边 不是打接活 这是近死 这是一点 那 白棋 黑棋没有别的办法 刚才摆过了 因为这个样子 我们摆过了 这个样子也就是顶 顶的话呢 给它一扳 那这两边呢 打完之后呢 有两个团不住 所以这个棋是不活的 那我们接着又摆了 这个形状 那这个棋型呢 就是不是怎么杀的问题 这是黑棋怎么活 就是这个形状 通过三个力 连着在中间走三步 还吓活了 这是中间是九的一个 大致的情况 那中间九完了 我们还摆了中间是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大约是八 大约是八的时候 就注意 如果自己连得很完整 那是活的 如果不完整 这个 这样是不活的 当然我们这样没有讨论 这样我们还没讨论 这样呢 你就还是 这样的就要看一下 这样怎么样 那你就还是 这边搬 它一虎 是近活 你点这个 它打这个 这样搬不行 那就这样搬 那它打一点 它这儿少一个呢 也不行 那它顶 因为你长 它走 它打 它只要少一个 就要死 你打 它提了 它现在只有提 它提完之后 你就有挤 它再接 这样就是死棋了 因为这步总是要接的 这步要接呢 这里边呢 是个钉 四 所以这个棋呢 就是死的 只要缺一个 就死了 不管这个子是缺在这边 还是缺在这边 都是死了 它只有全团柱 这样才是活的 这是我们八 中间是九 这是中间是八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 竖起来了 这个比较长 这个比较长 这个呢 也是比较一个呢 比较常见的 只要把方向搬对 就可以了 那就是搬这边 那它挡 这种情况 肯定不能点 因为你点完 你度呢 它打直线手一做 这样肯定活了 所以还是要搬 但是要搬对了 你如果搬错了 比如搬这个 它挡住 你再搬 它有一个弯 这样是个弯四 就活了 就是注意你搬的时候 它能不能弯 如果能弯 就是活起 你现在 它一弯 这是个弯 这是个弯四 就活了 所以搬对了 那就搬这边 那它挡住 你再搬 这时候它就不能弯了 因为这个方向弯呢 是个钉四 而这个方向 白棋如果在这个方向 搬了挡 再搬 那这个方向弯 它是个弯四 就要看清这个就行了 所以这棋 搬对方向 那就先搬这边 它一挡 你再搬 它只要不能弯这个 这棋就死了 因为它打这个 你可以点这个 它如果做这个 你可以搬这个 所以只要是看对 是该从哪边搬 这个棋就死了 今天呢 我们主要把边路的死活呢 给大家讲了 边路的死活呢 也基本上呢 给大家讲完了 把一些九木八木 中间是九八六 这些都熟悉了 对大家实战中的帮助呢 是挺大的 今天这讲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